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感谢所有参与规划的人及市府与花博团队的努力 还有在地企业的共同合作 克服万难 将花博纳入国家重大建设之一 我们才能有这么精彩的花博可以看啊 原本花博园区设在有花卉之乡称呼的厚礼 但在开幕前的两次生态调查中 确认了有石虎的踪迹哦 为了保护石虎的气息地 台中市府重新规划园区 纳进外埔跟丰园两个新园区 个别以三大理念 生态 生产与生活的方式呈现哦 生态是什么啊 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 有71%被大海覆盖 灌溉了种子 长成大树与万物 创造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这就是生态 蓝虎你看 这里可以喂马耶 对哦 这是已有百年历史的马场 无论大人小孩都能亲近马儿哦 不止如此 全台最大 中台湾第一座的马术竞技场 也是全国马术运动训练中心 让厚礼成为台湾马术运动的龙头 为什么所有的马都是站着的 小朋友们知道吗 马匹都是站着休息 因为它们四肢细 身体重 如果躺下又站起来 会很费时又费力 所以站立是它们最舒适的状态哦 不只是活生生的马儿 马场园区里的故宫花蝶馆 也展示了三百年前的清朝画家 郎士宁的百骏图 看 里面的马儿动了起来 是不是栩栩如生啊 还有超人气的故宫国宝 翠玉白菜跟翠玉小白菜 也难得出界在这次的台中花蝶展出哦 哇 生态除了人跟动物 也包括植物和大自然啊 是啊 小朋友 你发现了吗 台中花蝶的图案 用了绿色树叶 橘色花朵 蓝色水流 与跳跃的白色人形 就是象征生态的共生关系哦 所以在花蝶园区里 发现了绿色生产 还有不污染自然与人类生活的方式 就是花线GMP 这次台中花蝶 用最节能最少废弃物产生的方式 打造环保又低碳的场馆 包括我们眼前这个花五馆 还有六大场馆 展期间共减少约660公吨 二氧化碳哦 而且花五馆在展期间 除了展示花艺竞赛 与成千上万株 傲视全球的台湾兰花 2020年的台湾灯会 也在此举行 为了持续向世界 展现台湾兰花的产业实力 花五馆也会永久保留 成为中部花卉产业贸易的展览平台 台中市府也规划石区的特色小花海 持续点亮花园城市 打响台湾花卉之都的美名 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亲近大自然 串联马场跟森林园区的花马道 保留1900棵原生老树 不仅能净化空气 调节气温 更是很多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哦 而且台中拥有得天独厚的 低中高海拔天然地形 沿着母亲之河大甲溪 从高美湿地一路上游 可以看到各种生态 等于在台中就能发现半个地球 我们在大自然里树立了镜面装置 提醒人类与自然界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小朋友们也要爱护动植物 用实际行动来为台湾生态撑起保护伞哦 像台中新地标的巨型机械绣球花 聆听花开的声音 共装载6800颗LED灯 展期间将近700朵机械花密集开合 相当于小朋友家里一台洗衣机 运转一天的用电量哦 我看到了一个纸筒做成的我哎 哦哦 那是全球首作回收纸装置艺术的 正龙森龙活虎馆 利用瓦楞纸 回收再致的2500根纸管建构而成的哦 因为资源可回收的概念 花博期间约有16.7公吨的资源被回收 相当于减少56辆10吨垃圾车的垃圾总量 在地企业贡献专业一同响应花线GMP的精神 你看 友达唯美馆 利用先进显示技术 把细小花粉的鲜叶颜色呈现出来 还有台开积木概念馆 用金字塔展示美丽的茶花 跟台中金基奇幻森林乐园 运用互动科技 把机械与森林结合 都是让人深度探索和体验的企业场馆 老师有说 守护大自然是不分国家 种族跟文化的 对 举办花博除了彰显中台湾特色 更要与国际对话 花博期间共有27个国家 受邀打造不同文化的景观庭园 当然 也不能忘记台湾原住民文化哦 对哦 森林园区的原生秘境 利用地景装置 重现泰雅族的摄日传说 象征原住民呵护土地 与维护生态平衡的文化 逛完了原生秘境 接着当然是石虎秘境啦 你们一家人居住的四口之家 就是一个守护生态的绿能家园哦 像四口之家 花五馆 这些台中花博 永久馆 透过自然采光 节能灯具 及智慧控制等设计 展期间 省下了约100万度用电 相当于286户家庭 一年用电量哦 所以小朋友 现在你知道 可以从日常生活最简单的 随手关灯和垃圾分类 开始守护生态 接着 我要带你们到外府园区看看咯 台中花博的外府园区 强调绿色生产 眼前的热农馆 展示的有机友善耕作方式 可以一探农民 农业 农村 农产品 农产加工品的新农业价值哦 有机友善耕作是什么啊 哦 就是不施化学肥料 及农药的耕作方式啊 农夫顶着烈日 荀田除草 依土地力轮作与修耕 在台湾的农地上 有1.4%的农夫 选择这种不伤害生态 与土地的耕作方式 心情丰收的稻米 才能让你们吃得饱 又吃得健康 真的是历历皆辛苦 小朋友们记得吃饭 一定要吃光光 才不浪费食物哦 台湾也有发展智慧农业 这里就是融入风扇和水帘等 节能减碳的设施 打造自己会呼吸的温室型展馆 哇哦 这里展示了超过 1000种珍贵稀有的植物 还有濒临绝种的台湾特有种植物哦 哇 这是会吃昆虫的植物吗 这是猪笼草 是一种食虫植物 夏天可以抓蚊子吗 小朋友 猪笼草是不能用来抓蚊子的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滋生园哦 目前世界约有700多种食虫植物 它们能捕捉及消化吸收昆虫的机制 主要来自七地气候影响土壤缺氮 演化来的哦 土壤主要由空气、水、矿物质以及有机物综合而成的 土壤的形成需要经过数百年 甚至千万年以上的风吹日晒雨林 才能逐渐形成的哦 小朋友知道吗 全世界有12种土壤 台湾就拥有其中的11种哦 所以一年四季都有生产不同的蔬食鲜果 五穀杂粮 这一切都要感谢农林榆木各行各业辛勤工作的人呢 小朋友 现在你知道要保护生态 重视生产 最后我们要回归生活 我们一起去丰园葫芦璃敦公园园区走走吧 丰园葫芦璃园园园区 是全台最长的水岸花廊道哦 地球有97.5%是咸水 只有剩下的2.5% 才是我们生活上可利用的淡水哦 因为很稀少 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珍惜水资源哦 哇 好香哦 丰园有饼库之称 因此在这落成的喜香缝馆 作为糕饼文化产品展示 导览观光的据点 哇 花开了就有饼跑出来耶 对哦 花开结饼提醒我们不要忘本 糕饼原料都来自土地与水 而且花开代表枝叶的繁盛与圆满 所以洁净时你吃的糕饼都有花的印记 甜蜜心意才能因此传递哦 哦 所以说结婚时都要送喜饼 因为贾滴滴所以好心哦 对哦 台中花博用办喜事的心情 推动糕饼文化 也带来木 漆 茶 咖啡四溢的价装 那我跟姐姐搭花头吗 今天好充实哦 小朋友们 你们看这个建筑 是不是很像台湾中央山脉呢 它是用森林里的竹子搭建而成的哦 而且入围过世界建筑奖 更是全台最大的竹建筑 还有中部中小企业筹建的 楷模创生馆也会永续利用哦 到这里 台中花博的旅程也接近尾声了 希望小朋友在这趟旅程中 学习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怀抱对大自然的增进 携手创造对生产 生态 生活 共融 共好的世界 2018 台中世界花卫国卵会 聆听花开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